我看一下今天老冯妻男人的事情 她说小冯老师 我之前因为婆婆不给开孩子这个事情 一直对我老公不关心 把所有的关注点放到孩子身上了 所以后面出事了 老公开始和同事搞暧昧了 老公爱上了一个不能在一起的人 应该是感情背叛吧 被我发现后 我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开始对老公嘘寒问暖了 可我发现晚了啊 老公手机改了密码 明明删了同事的私号 结果后来又加回来了 问他咋又加回来了 他发火了 开始找理由说人家工作好不方便 说我太极端了 也开始扯话题了 反正就是我不对我的错 我想问问老师 我其实不想离婚的 因为觉得他也开始慢慢的回归一点点了 可是我这个心里啊 知道我老公一旦爱上一个已婚女人 他就会对人家特别好 特别关心 已婚女的刚好缺爱寡情 现在他可能处于老风妻 我该怎么解决问题呢 如果他现在的确是处在老风妻 那你就真的是需要等他这个劲过去 那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加速他这个劲过去 而不是延长他这个老风妻的时间 具体怎么做呢 我给你一个大方向 就是先提升自我 多多安排家庭聚会 首先你要从整体的外形上 思想上提升自己 以前不喜欢打扮 现在也稍微需要打扮一下了 没什么兴趣爱好 以前一心都不在家里孩子身上的 现在你真的需要增加一些兴趣爱好 参加一些书画班啊 舞蹈班插画班等等 总之你要把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 这样做一来可以吸引他的眼球 二来可以让你的情绪变得更好 那第二是借助婆婆帮忙 比如你参加兴趣班的时候 婆婆能帮你看孩子 周末你安排起来家庭聚会 比如说去郊区逛逛 去网红餐厅打卡 亲子乐园等等 让婆婆也参与进来 一来呢 父母在男人心里的盘序是非常高的 你老公不看私面看父母面 也要参加的 二来如果你老公出轨这件事情 被你婆婆知道了 他在你老公出轨这件事情上 如果能向着你 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或者向着他们 让你老公回归也会更容易更快一些 最后切记 千万不要跪舔老风气的男人 否则他会更找不到北